朋友们好 我是老黑 我又来了 我今天继续在外面录视频 太阳很晒啊 最近国内出了什么事呢 李智他被封杀了 禁止演出行为不检 估计又是什么嫖娼啊 是不是又是一套 很多人也在黑李智说他唱的不行 跳的也不行 是吧 你要是 你要是从我来来评价这个李智 他唱歌确实唱的不行啊 他跳舞跳也不行 唱的不如张学友 然后呢现场的驾驭舞台表现能力呢 也不如这个黄后乐队 这个确实是唱的不行 跳的也不行啊 但是重点是但是啊 但是你喜欢一个人呢 或喜欢一个歌手 他只需要一个理由就可以了 李智呢 我听他什么歌啊 就是广场 这首歌啊 真的让我听得落泪啊 这个是不开玩笑 而且就是你听到那种 八九六四那段时间 你听这首歌的歌词 你联想到广场上尸横遍野 真的要落泪的 你别看我今年现在也是三十多岁 快四十的人了 不是一个应该掉泪的年龄了 听李智的广场能够听到落泪 是吧 所以说就凭这一点我喜欢他 他是在用心来唱歌 而且他是带着使命感去唱歌 他希望改变一些事情 他希望改变这个世界 他以歌声的形式表现出来 四很多人都听说过 但是他最近好像也没有写文章 因为他的号被封的太勤了 被封的被封下的太厉害了 还有其他的朋友 像诗文换酒 忽兰胖子 熊飞军 剑条飞雪 王亚军 这些我能够教导上明目的 一索一大串 十个字都数不下来 他们这些人呢 都是在用良心在发声 用心希望去改变这个世界 改变我们中国这个现状 但是他们总是被封杀 主流的媒体总是不愿意 出现这些人的声音 这些人要么是被封号 要么是走在被封号的路上 这也是我现在 今天我在YouTube上开频道的原因 我本来是一个拿笔杆子的 但是我今天我也要录视频 换一种表达形式嘛 是吧 你管我长得丑 长得黑 这都无所谓 关键是我说的内容 是不是你想要的内容 风太大了 头发乱了 在国内呢 你说这个权力 有这个言论自由 它是没有言论自由的 是没有自由表达 这个自由的权利的 你说这个你有这个权力 你自由啊 哪里不自由了 想去哪里 想去哪里 你不能去了 最好比说 就是人民的权利 人民的是吧 民意 但是你得搞清楚 什么是人民 你是不是人民 是不是你说的算 你看你的身份证后面 是居民身份证 还是公民身份证 是不是 他说你是人民 他说你是公民 你就是公民 他说你不是 你就不是 他说你是反华分子 他说你是什么 煽颠国家罪名啊 就是煽动颠覆国家 那他给你扣手帽子 你就是戴什么帽子 你没有力气 把他给这个去摘掉 在没有言论的没有言论自由的情况下 那么我觉得中国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目前来说是看不到希望的 因为言论自由 它是一切自由的基础 你不管说是什么三权分裂 什么什么什么司法权了 什么行政权了 什么什么这权那权了 是不是 其实他的最根本的权力 就是一个言论自由 然后才会有新闻自由 然后才会有其他的各种各样的自由 这个国家我现在来说 我是没有看到希望 就是说现在对于自由这一块 老百姓也是司空见惯 他们也感觉我要什么自由 我这边有吃有喝了 是不是我要什么自由 那就是真的像什么 像李志他歌里面唱的 人们不需要自由 这是最好的时代 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活着就跟动物一样 就是有吃有喝能交配 然后他们就觉得就很幸福 自由是什么东西 我不用去考虑 这个东西太虚无缥缈 这不是我要考虑的事情 所以说中国人他不需要自由 有李志有一个助手 他说 他说我们唱这些歌啊 想表达的内容 外国人都明白 为什么就你们中国人不明白 李志他说 正因为他们是中国人 所以他就他他就不明白 如果他们都明白了 他们就不是中国人了 这说的是很可悲的 很悲观的一些事情 就是中国人他这个关心的 他这个长期洗脑之下呀 人们他们对于这种精神世界的 对于这种普世价值 对于民主自由的追求是没有的 他们根植于内心的都是恐惧 你只要说一些普世价值的内容 他们马上就会群起而抵抗 群起而公知 说你这样太反动了 你这样是太那个太激张了 你不能那么说呀 他们不需要这个 他们就需要吃喝交配 所以说在中国就很可悲 所以说能滚就滚 在国内待着确实是没劲的 所以我在这边YouTube 我就开了个频道 我也在陆陆续续的 我也在录一些视频 质量呢 可能肯定是越来越好 因为可能刚开始我一次两次 这种录的不好 YouTube他对我最大的魅力 在于什么什么一个地方吗 他是一个自由的地方 YouTube以及谷歌呀 他们的 企业的奉行的观点 就是不作恶 不作恶是什么意思 他就要保护我的自由 他保护我的隐私 我这个账户信息 他会给我保护是吧 而且别人想要举报的话 你举报不掉 我我又不说那些反人类 反为民反社会的言论 干嘛要分我分我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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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张红呢不可能的 即使说了一些很粗话糙话 而且在这边呢 他也也也是很也是很包容的 YouTube上我看到有许多大V 他们说些什么话说什么 动不动小逼崽子动不动 操你妈的动不动你个傻逼 动不动你个傻帽 说这些话 他连这些脏话他也能够包容 但是前提是你这个观这个观众啊 要是满18岁啊 我相信18岁以下的也没有看我视频的了 对吧 这都没有问题 嗯 国内的读者要如果有翻墙过来的 在底下留言 打个招呼啊 看看能过来多少啊 国内这边有积累粉丝也积累了五六万 不知道这边能够过来多少 呵呵 不要紧慢慢来 我相信有好的内容肯定都会过来的 啊 我以为这狗狗 在国内啊 你说像 不管说是像王五四的这样写文章的 还是像李治这样去唱歌的 他们啊 严格来说都是属于那种知识分子吧 你说李治 你要是把他定义为歌手 反而不太恰当 你你你要是说 他是以倡道形式来表达思想的知识分子 哎 李治这么表达 这么这么去描述他是恰当的 但是你说像这种有着自由思想 希望改变世界的知识分子 他们都过得不好 或者说 他们的言论在国内没有市场 如果说放在民国时代 他们可以过得很有敦言 像鲁迅的时代一个月赚几百大洋 陈东秀一个月赚几百大洋 随便一个人民老师一个月赚几十大洋 那是很有尊严的时代 但是在这边没有 在这边是一个 就是你要是想说实话真话 我就要让你搞得身败名裂 搞得让你就穷困潦倒 在国内你要是想想是想着说实话真话 想组织正义 想传播普世价值 我就要告诉你 我就要把你搞得你活不下去 所以说如果哪一天 像像李治这样的歌手 像王五四这样的写文章 像诗文换酒 是我的兄弟 他们可以又靠着写文章 能够活得很有尊严 就算走到大街上那些市长 那些工人局局长看到他 哎呀你是什么就叫鞠躬的 点头哈腰的 就像台湾的那些董董 蔡英文员马英九 他们见到选民一样 就低头哈腰的 到那个时候 中国才有希望 因为那个时候尊重知识了 尊重常识了 那个时候 我们中国才有希望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说到这 喜欢的朋友 这边点赞 这边订阅 再见